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宣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心全意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服从命令 忠于持守 严守纪律 保守秘密 一开始讲的是 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但是整个宣誓过程当中 人民两个字几乎就没有了 全部是对党效忠 忠诚党服务于中国共产党 当然也有人发现 其实这个视频是有剪辑的痕迹的 其实他们在宣誓的时候 按照正规的 就是中国官方给他们的宣誓词 当中一定会有提到人民 提到国家 不论他们怎么讲 从实际效用上来说 他就是一个党卫军 他只为党服务 他只忠诚党 所以这一段经过剪辑的视频 这样一播放出来 跟大家意识当中 对于中国军队的认知和理解 没有任何的出入 逻辑上是完全相通的 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 继承我的爸爸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 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 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 爷爷是行长 妈妈是副行长 他呢 理所当然的要继承他们家的家产 很多民众说 这小孩其实他就是说了实话 童言无忌嘛 他实话实说 他从小就认为 从他爷爷 从他妈妈 他父亲 他就认为那个银行 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就是他们家的 还有人说呢 这孩子啊 不懂得这个事件的后果 他只是把他认为的实情讲了出来 所以这个小孩说的话 真的没有毛病 但是有毛病的是官方的反应 大家看到这个截图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舆情关注 下面落款是哪呢 是中国官方的人民网的舆情数据中心 信息出来之后 他马上就知道这个标题叫什么 内容讲的是什么 发布的时间也告诉大家了 发布的来源也标明出来了 IP地址就是在中国的福建 关键的时候 他马上可以下达指令 大家看 最后下面不就是吗 请各省排查一下 这到底是哪个银行的情况 谁家的孩子 这不就等于是官方下的命令吗 下的一个清查溯源的命令吗 所以昨天相关的银行 就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啊 他们的很多分行都下达指令了 说总行已经发出通知来了 这个情况经过摸牌之后呢 总行没有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小孩口里面讲的中国农业银行 而是底下的分支线啊 或者说第四季的银行里面有这情况 中国媒体财联社就说了嘛 小孩的这段话呀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之后呢 中国的农发行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应说 这是某某支行行长的孩子 并不像是视频里面讲的那样 他的爷爷是支行的一个普通的员工 已经退休20年了 他的妈妈呀 也不是在视频里边 他讲的是副行长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干部 所以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核查情况 所以官方的这个反应 让这个事件又火上浇油了 这个苗头显然不是这个孩子踮起来的 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平 不光只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体制当中啊 这种资源固化阶级固化 已经变成死水一潭了 银行的那就是家族都在银行 在公安机关的那就是家族都在公安机关 所有的资源全部垄断了 把下层底层民众所谓的通过学习 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的空间 已经彻底的给他挤压掉了 底层民众上升的空间几乎为零 因为啊 你的家里边就不是这个圈子里面 官方今天在李克强的故居合肥的红杏路 是驻扎了重兵 李克强故居的门口整条街呀 全部都是警察和安保人员 能数到超过50个警察 而且说啊 这警察站在那啊 旁边人你想拍个照 他都得盯着你 那警察驻扎在那 难道是保护红杏路整条街 民众的安全吗 出行的保障吗 想必不是吧 因为平时没有这些警察在那啊 最近也没有听说合肥的红杏路 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社会暴力事件啊 那目的只有一个呀 就是防止人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去纪念 去悼念李克强 民众对于一个已故国务院总理的悼念和纪念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对今天中国政权难道会有什么影响吗 难道民众会在李克强的这个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当中 借着清明节悼念李克强又掀起一次新的六四吗 那么除了合肥的红杏路李克强的故居 是重兵把守戒备森严 连拍照都不许 还有啊 在互联网当中也掐断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就是有网友发现啊 目前中国的美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下订单 向合肥的红杏路李克强的故居去送鲜花了 去年李克强失事的时候 我们从视频当中照片当中都看到了 在李克强红杏路的故居啊 半条街都堆满了线花 河南郑州有一个叫做千禧广场的地方 也布满了警察 你看每隔那么一段距离就有警察在那把售 守这个湖吗 是守这个公园吗 肯定不是啊 有网友啊 就在互联网当中发了信息 就是因为当时李克强在河南省当了七年的省长 只是说去年在李克强逝世之后呢 河南确实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所以官方啊防危杜见 怕今年清明节的时候 民众会再一次的去成规模的去纪念李克强 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地点 先是重兵把守 先来吓唬吓唬老百姓 在中国只要有一丁点权力的人 他都会极尽之能事的把这个权力发挥到极致 在4月3号的时候 在互联网当中就有人曝光了海南的一个中学 一名高三的男生呢 在女厕所里边啊 用手机偷拍隔壁女生 结果被抓包了 其实啊 这个男生他不是第一次作案 不是第一次干这个龌龊的事 说他其实在高二的时候啊 就曾经骚扰过学校里边其他的女生 有案底 于是愤怒的学生们就用粉笔在学校的操场上 有一个观众席啊 大家看到照片当中 在观众席上面呢 就把偷拍学生他历来的这个恶行写了出来 声讨他 而且要求学校要让这孩子退学 可是这个学校啊 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 马上就开始出手 镇压 不是出手来调查他 怎么处理他 先是把这个事啊 给压下去 在一天之内居然三次的把学生们的这些 粉笔写的字 全部都清洗得干干净净 理由是什么 说这孩子因为高三了 要高考了 心理压力很大 所以怕影响他的前途 这一次啊 就不予追究 不处分他了 有一位海南中学的学生 就在中国的社区媒体当中 就发表了信息 说这学校啊 平时学生要是迟到了 要扣五分的量化分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屡次作案 偷牌女厕所的一个劣迹斑斑的学生 说要照顾他高三高考生的这个心理的压力和情绪 就不了了之了 大家不能接受啊 学生啊 写了一段招生简章 当然这个里边全部都是讽刺这个学校的 说海南中学凡可校区 凡可呢 据说就是他们声讨的这名高三学生 劣迹斑斑的高三学生的 他的名字叫染凡可 说他们学校对学校的保护啊 以及家庭的保护是极为的重视 他们的覆盖面也是很广的 年龄群也是很广的啊 不管你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 只要你需要关怀 不管是骚扰也好 还是偷拍也好 还是嫖娼也好 只要你来这个学校啊 他们就能够保护你 而且他们保护你的这个业务手段啊 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呢 就是捂嘴 把那些威胁你的揭发你事件的这些人 嘴巴捂起来 然后呢 他们可以不分是非黑白 只要你潜到位了 所有的这些服务项目任由你选择 而且他们办事效率很高 一天之内啊 能够把三次侮辱你的啊 揭发你事件的这些涂鸦 全部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 保证在校园之内 看不到任何揭发你恶行的信息 而且他们的组织呢 也是严密且专业 保证在这个事件出现之后啊 发酵时间不超过三天 在三天之内 他们就把所有的声音 这个嘴巴捂得干干净净 捂得严严实实 把信息清理的彻彻底底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 是不是真如学校同学爆料的 他们家有什么背景 是不是他们家很有钱 或者说他们家是不是光二代 目前也没有信息佐证 不得而知 中国另外一个中学同学们 也是有点憋不住了 4月3号的时候 当时台湾发生了7.2级的地震 除了台湾有正感 香港也有 中国大陆 福建啊 上海啊 温州啊 杭州啊 这些地方都有正感 在中国的温州呢 有一所学校叫做东欧中学 地震来了之后嘛 就迅速的要逃生 所以学生们呢 在逃生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 让他们事后来想 不能理解 甚至有点觉得后怕的事 就是他们需要操场上的门啊 被锁住了 结果就导致了 整个学校里面的 数千名的学生 只能在小广场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啊 再往外面跑的那个通道 被锁死了 所以他们当时只能 聚集在这个广场当中 来暂时的躲避风险 老师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感受到了 正感的时候 他居然跟大家说 呆在教室里面好好上课 结果这老师自己开溜了 自己跑了 他是担心学生跟他一块跑 他不能够第一个跑出去吗 还是怕学生挡了他的道呢 并且有学生说啊 因为老师先让学生留在那 自己跑了 所以之后呢 就出现了个问题 有学生就不听老师的话 也跟着走了 但是也有学生留在教室里面 最后集体疏散的时候啊 大家就慌忙了 因为已经错过了 最好的逃生的时间了 但是呢 这个求生的欲望啊 又迫使学生们要赶紧的跑 结果就发生了无序的疏散 又导致了学生发生了踩踏的事件 而且踩踏的事件发生之后呢 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在学校的留言区里面说 校长要求不准把这件事发到网上 校长要求不能把混乱的场面发到网上 不能把踩踏事件发到网上 他没有生命危险啊 但是他要担心他的官位不保啊 4月2号的时候 中国辽宁有一个访民 他呢 在互联网当中就发了一张截图 就是他的身份证啊 目前已经被当地的官方政府标记为了个体访 导致他现在出行很不方便 甚至有的时候啊是无法出行 因为他去车站啊 去飞机场啊 公安啊来检查他的信息 是吧 工作人员来检查他的信息 警务通扫描出他的身份证之后呢 会显示该人员 他是一个特殊身份 他是个体上访人员 说他系统里面现在显示他的联络人啊 紧急联络人 不是他的家属 是派出所的所长等同于半个犯人 是可以在一个更大的监狱里边的犯人 所以他的紧急联络人 就不再是他的亲属 不再是他的家人 而是当地管着他的负责监督他的派出所的所长 现在啊除了派出所的所长 还加上了一个信息 就是他现在直接联系人呢 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物出现了 是他要求上访要去告状的这个对象 官方防卫杜剑 所以当在车站里边发现他要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查证他的信息 就看到了他要举报的某某人 他也在那个城市 也是在那个地方 他这一次去 是不是去报复他呀 去报复这个王某某啊 于是就可能对他进行拦截 想尽一切办法 不让他去 一个是监督这个访民 第二个是要保护他上访的对象 他已经在到处处的地方了 但是在某某个是监督的对象 我们在这种地方